我们现在来看的是反三角函数的维分 首先的话呢我要介绍的是arxide的维分 arxidex的维分它的维分的结果是根号1-x平方分之1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如果你们的话呢是不妨把它记下来 不过的话呢它的过程也是很重要的 来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去证明它的维分是根号1-x平方分之1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第一件事我们必须要怎么做呢 arxide我们不了解 但是的话呢我们比较了解的是sine 所以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怎么做呢 第一步我们先写了sine arxidex 这个是等于什么呢 这是x 这是有范围的啊 各位同学要知道的话呢 arxidex的话呢 这个的话呢范围是它是在-1到1之间 好 这范围的话就算我们的话呢没有写没有关系 我们至少的话呢要知道这个等式 现在的话呢下一步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利用 这个叫做合成函数的维分 来我们开始来维分了 这是sine的一个函数 这个等于x的话 我们两边同时维分 sine的维分是cos 然后里面是照超的 arxidex 再乘上里面的维分 里面的维分的话呢是 arxide的维分 右边的话呢 x是1 x的维分是1 于是我们的话呢可以非常轻易的把arxide的维分给导出来了 那现在的话呢问题来了 arxidex的维分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 是这样 这个的话呢是cos arxidex 这样的结果的话呢样子的写法是不漂亮的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修整呢 这个地方要怎么样去做一个整理呢 那么我们现在首先来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 sine是什么意思 来我们来解释一下 sine的话呢 来我们的话呢写在这边 sine的话呢它是一个将一个角度对应到一个数字的 那么arxide呢 它是相反 它是x的话呢对应到角度 于是我们就这么想了 arxidex本身来说它是一个角度 那么我们就令 令什么呢 令这个叫做theta好了 来我们的话呢就这么说了 我们令theta是等于arxidex 来我们来画一个三角形 三角形来看一下 theta是arxidex 也就是所谓的 sinetheta是多少呢 是x 来各位同学看一下 sinetheta是x sinetheta是x 它是斜边分支对边 对边是x 斜边是1 那这边呢根据我们的张高定理知道 斜边的话呢 是这边是1减掉x的平方 开平方根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题目的话呢就变成什么 arxidex的微分是cos theta分之1 costheta是多少 各位同学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costheta是斜边分支 0边 本题的斜边是1 0边是根号1减x平方 那么我们可以就知道了 arxide的微分就是 costheta是这个 叫做根号1减x平方分之1 那么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结果 那么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结果 咱们说